好來問各位一些問題 那原子失去電子之後 為什麼會有一個正電 請你用原子結構裡面的 直指數跟電子數的觀點來思考回答我 為什麼丟去一個電子之後就會帶正電 然後帶一個正電 請你用原子結構裡面的數目來回答我 帥哥 帥哥 三十一號 三一 蛤? 叫姚子我又不知道 大哥 太亨大哥 男子按大丈夫說不知道就不知道 還對勒 我不喜歡你們每次都要證明老師教育是失敗的 那個原子性是十一 正常情況下有十一個直指有十一個正電 有十一個電子十一個負電 十一個正十一個負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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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一個正十一個負 所以合起來叫做零 叫做原子是電中性不帶電 因為失去一個電子 所以失去一個電子就只有十個負 有十一個正有十個負 所以相比出來剩下一個正 所以失去一個電子就會帶一個的正電荷 所以寫著 就是跟各位解釋說明東西會帶電的原因 那請問你CA2症 本來是CA發生什麼事情才會變成CA2症 這就是剛才所講的內容 發生啥事會變成CA2症 我們請可愛的示篩 發生啥事會變成CA2症 CA發生什麼事會變成CA2症 不知道喔 剛才講過耶 對 可愛的子曼 你這樣會太傷我的心嗎 我的心在滴血 對 剛才跟你講了 為什麼中性的原子會帶電 因為得失電子 得電子的會帶負電 失電子的會帶正電 得一個電子就帶一個負 失兩個電子就帶兩個正 所以為什麼CA會變成CA2症 因為它失去兩個電子 所以它就帶正電 因為是兩個所以就是惡症 所以為何會鈣會變成鈣離子 因為它失去了兩個帶負電的電子 所以變成帶兩個正電的離子 這就是原因 這就是我們你要學的基本概念啊 你要給我記住 記住 為什麼原子會帶電 得失電子 得電子的會帶負電 失電子的會帶正電 你要把它記好 OK OK